从美中贸易战到华为孟晚舟事件 面对2019年更加严峻的金霜环境 但在美国南加州却有一名知名的律师杨安利 凭借着自身多元化的背景与经验 一路帮助许多华人成功的创业 甚至还善用自己的同理心 帮助华人家庭在美扎根 请看东森新闻的采访报道 关心川普政府一连串严苛的美中贸易协商 在美华人企业如何掌握这一波变数 持续在美国各地经常发展情形向荣 南加州资深律师杨安利强调 签订合约很重要 在加州开公司的话要有身份 所以不是要印尼亚美国公民 如果有绿款的话也可以 如果没有身份的话是不准开公司的 那有的人没有身份的话 可能就是找个合伙人有身份的 用这个他们的身份去开个公司 然后在市底下再签一个合约 就是说我们合伙人 我拿百分之多少 我拿多少股份 所以如果要做一个合伙人的话 最好就是把这个合伙人的 这个协议写得很清楚 说这个这一方应该做什么事情 另外一方应该做什么事情 如果以后要散掉的话 那个这个公司怎么办 谁来处理怎么处理 这些越详细写好的话 以后的麻烦就越少 首先帮华人企业分析 想在美国经商闯出一片天 首当其冲要面临 著作商标与智慧产权 因此找到一位专业律师 保驾护航更是关键所在 申请专利的话 就是你要有一个新的发明 产品不用做出来 你只要有一个想法 一个发明idea 就可以申请 那我们第一步就是帮你做一个专利的巡查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人已经申请过了 因为你虽然在店里可能没看到 那有很多人申请了专利 没有去做产品 可是专利他已经拿到手了 你就没有办法去申请这个专利了 所以申请专利的话 我们先做个巡查 巡查大概一到两天就可以做完 然后写的话 我们有临时专利 还有正式专利 临时专利的话 是给一年的保护 然后我们大概一个星期可以做完 那正式专利的话是有20年的保护 那这个我们要大概两个星期做完 那送上政府了以后 政府现在大概要等待的时间是两到三年 或者协助企业发展 面对许多华人家庭 幸福婚姻的背后 未来高达五成的离婚率 与高额的赡养费 因此律师杨安利也提醒 婚前协议很重要 婚前协议的好处就是 你夫妻已经要结婚了 想要过一辈子在一起 最好就是把全部的经济情况 都谈判 那个谈判的说出来 那说出来以后 如果没有事的话 那再结婚也没有问题 以后就妨 以后就不会有问题了 如果你等到结婚以后再谈的话 然后说这是我要的个人财产 我不想要跟你一样 全部都是共同财产 因为加州的法律就是 你没有签婚前协 都是共同财产的 所以如果你全部讲清楚了 说清楚了 以后就不会有问题了 可是如果你现在已经还没结婚 就已经不想要讲这一个话的话 那以后再讲 那就一定会吵起来的 更多麻烦 并且提醒在美华人 抚养费计算繁琐 需要专业律师协助安排 夫妻的抚养费就是看结婚多久时间 如果你结婚没有超过十年的话 通常是结婚的一半时间 好像你如果结婚八年的话 那付的抚养费就是四年的抚养费 然后就是看哪一方赚的多 就要付给另外一方 那你如果超过十年的婚姻 就算是长期的婚姻 你这个抚养费就要付一辈子了 等到一方没有收入退休为止 那另外一方就是小孩的抚养费 小孩的抚养费政府有一个计算机 叫做Dissomaster 它是不知道是怎么算的 可是你就是把父亲的收入放进去 母亲的收入放进去 还有父亲的抚养权百分之多少放进去 母亲的抚养权百分之多少放进去 他就会突出一个数目 说哪一方要付哪一方这个抚养费 那小孩的抚养权跟抚养费 是随时可以改变的 小孩十八岁之前都可以回到法院去更改的 所以很多父母如果不合得来 一直吵的话 他们可以十八年一直打官司打官司 律师费花得比这个抚养费还多 至于更多服务要求 杨安利律师更以同时专精智慧法产权 商业法以及家庭法的丰富经验 来贯彻服务第一以客为尊的理念 我做的这三种方面 知识财产权权因为我有电机电脑的背景 所以很自然地就去做智慧财产权权的 不管这些客户的发明 我就可以理解他们的发明 帮他们申请专利 那商业法我开了很多不一样的公司 然后有MBA 所以商业法这些 我是个人也有经验过的 就可以帮助人家 用我的经验 还有学习帮助人家开生意 怎么样子 关生意 写合约这些都可以 那商业法我也是自己经验过 我个人的离婚 小孩的补养费 这些纠纷 都是自己经验过的 所以就可以帮助客户 理解他们的感受 强调成功就是 努力坚持绝不放弃 杨安利律师鼓励美国华人与企业 善用法律来解决专利 商业和家庭问题 观众查询更多资讯 请上杨安利律师事务所官网 董事新闻团队 加入升级的采访报道